哈喽大家好 我是来自台湾的Nikki 那我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 因为我邀请了 就是我一直很喜欢很喜欢的 网络的创业家Anonel 对那我跟Anonel的机缘 其实老实说 就是我很喜欢 然后我也很喜欢 就是他每次都很无私的分享 非常多的经验给我们 但是也是一个机缘 就是透过了这一次 这一季的活动当了leader 我才有办法就是 接触到Anonel这样 然后我其实犹豫了很久 我到底要不要请Anonel来 跟我们就是做一个放弹 然后我最后鼓起了勇气 我真的是鼓起了勇气 然后我就问你 对然后也很开心 就是有答应 所以我今天就是 直接重头戏就直接来 就是我们请Anonel来 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谢谢Anonel的喜欢 我听得都不好意思了 我真的也很不好意思 对谢谢你的邀请 对啊我也跟你们 就是学习很多 恭喜Vicky 她刚好达到一个新的level 新的里程碑 感谢 好那我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因为Vicky的观众 可能不认识我 那我是目前在美国读书 然后是一个学生 那我以前在台湾 其实是一个已经有拿到国家证照的临床心理师 然后已经工作六年了 对可是我来美国也快要三四年了这样 快要四年了 然后我其实大转弯就是 以前在台湾是念临床心理嘛 然后在美国就是预计要改念Nursing 对可是有点就是不是走寻常人的路 就是也就是说像我以前的专业的学长 他们可能来美国都是要念博伴啊 然后大家都说 人人都以为我在念博伴 我说不是 我要走一条不太一样的路 可是也是蛮辛苦的 所以我其实是来美国之后 然后就在大概一个多月之后吧 发现就是这个网路创业 所以我后来就是一直在同时读书啊 然后就是工作 然后有时候有事也打工 然后中间有一段时间有去工作 就是这样多重身份下 就是一直在持续这个网路事业 然后很幸运的在大概两年多吧 就是变成教练 然后就是不敢当 就是对就是也是 就是因缘忌讳一下 开启这个事业 然后后来成为教练这样子 嗯 我觉得就是NL 你真的是非常大的勇气 因为其实就我所知 就是你在台湾当临床心理师 已经是非常稳定的 而且是已经有多年的时间 可是你最后还是决定资深赴往美国 然后去就是当一个学生 那我觉得说这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决定 然后你要兼顾你的生活 然后又要兼顾你的学业 然后又要开始你的网路创业 那我也蛮好奇的就是说 在这么多重的状态下 而且你好像也遇到疫情是吧 就是那个时候 这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出来的 对那为什么 为什么你会在这个时候 就会开始想要在网路上做创业这样子 嗯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其实那时候也就是刚好是在疫情 就是我是在2020年底的时候出来的 其实我更早就要出来的 然后就在出来的时候 刚好就是遇到疫情 所以其实我已经演了大概半年的时间 然后我想说 我不行演啊 我已经演很久 其实我预备出国很多年了 然后刚好遇到疫情 所以我就想说 不行再演了 我就出来了吧 然后那时候爸妈就是出来前 也是跟我说 拜托你去把机票推掉 这是真的 我妈一直叫我把机票推掉 她就很多的担心 那时候台湾还没有很严重 可是国外就是很多疫情 嗯 所以我就还是出来了 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是 人的焦虑会 就是都是自己想象出来 其实出来之后也没怎么样啊 我反而是在 大概2022年吧 才真的中了COVID 对所以其实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是没事的 然后也就是都是 的确都是大部分职业在线上 然后德州比较特别一点是他比较 没有把疫情放在眼里 就是我那时候就是 发现就是德州人也不太戴口罩 可是其他州可能比较严重 但anyway反正我就是那时候 反正我自己是外国人 我还是比较小心生病觉得很麻烦 所以我就 就网路上 然后就是大部分时间都要用网路 就是在家里嘛 也不太出门 所以就因缘忌讳下 在Facebook开始了这个 看到我的coach的广告 然后我就 开启了这个事业这样子 对然后 其实我进来的 就是还蛮快的 对就是我看到 我就就是进行 可是其实我那时候没有想很复杂哦 就是 我就是跟我coach聊完 然后我就 选择可行 其实我在最后 我在报名讲座的时候很快 然后-149的时候也很快 可是我是在最后决定要不要启动这个事业的时候 大概有的确想了大概快一个月吧 对对然后那是因为 呃我那时候真的刚来美国 然后我又是学生 然后还不知道我未来的时候会怎么样 所以不是这个事业的呃对这个事业的怀疑或者是什么的 而是我自己的状态 对可是我是那种一旦做了我就做了 我就是要就是要做了这样子 但是我其实进来的时候我真的没想这么多 我都跟人家开玩笑说 其实我进来的时候 我根本不知道什么要跑广告要露脸要go life 我什么都不知道就进来了 其实我那时候 我也不知道说有什么导师教练 我只知道打电话的人可能是一个 我以为他是咨询的人 然后后来又有一个mentor 是我原本完全不认识的人 所以我就真的就是就是在很多事情不知道的状况下 开启这个事业的 哇天哪可是你应该也是有评估过吧 就是说你在决定要真的成为这个拥有者的时候 你还是有稍微评估过说 到底什么样的因素会让你想要决定启动它 嗯我唯一评估的还是成本考量 就是说哎启动了成本啊 然后来美国就是生活消费蛮高的 还有要缴应付决费 我考量的是成本 然后还有就是 但是这本身business model 其实我没有怀疑太多 因为我跟我coach聊完 基本上他是可行的 因为他回答了我心中最大的疑问 我以为看到后面的经流说真的 我以为我是来卖产品 可是跟他聊完之后 我就消除了我的疑虑 所以就后来的考量的点是 我自己有没有就是能够开始这个事业这样子 可是我后来是开启了 嗯对啊 了解了解了解 那也想要就是请教 就是当你在这个创业的过程 因为我们都知道嘛 不管是实体创业还是网络创业 其实我们这个过程不会是一路是顺遂的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又没有遇到 嗯比如说哪一些的困难或者是说挑战 那你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以及挑战 嗯 我觉得我自己在不同的阶段遇到的困难是不一样的 对就比如说一开始是从零到有嘛 就是从零到一真的是最难的 比如说就是哎你的这个business就是你的广告有没有跑起来啊 然后你是不是开始有实际的收益我觉得从完全没有到有是最难的 嗯对然后很多观众可能都会以为说来这个事业是来找工作 很多人都真的以为是来这边是来找工作的 对真的 就是创业哦 就是创业还是呃你还是要先投注资金的 可是创业的意思就是说你投注资金就像你去呃比如说投资买股票好了 你会需要先放一笔资金 可是你要去看准看准这个你要投资的标的是不是 他的潜能或者是他未来的发展性是够大的 那同样的就是投资系的概念其实跟投资股票一样 只是说投资股票你是直接好像有点去成为股东 然后你不用去呃参与里面很多的应用 可是你还是要知道后面的财报或什么的 那创业是比较是你自己真的呃就是实作吧 就是你自己要去做一些事情 然后你要去呃挑战 然后你要去克服很多的困难 就是实际能不能变成是呃就是结果 所以呃当很多人说就是这个事业是被动收入 其实对我来说不是哦 对我来说真的不是 对我来说所谓的被动收入是到达一定的阶层之后 那才是真正的被动收入 对我来说在真正的被动收入之前都还有 我们都还有要做很多事情的 那所以一开始是对我来说就是广告有没有效 就是你广告有没有跑起来 这当然是第一个困难要克服的嘛 然后再来就是你进来的好广告跑起来 然后你的伙伴越来越多了 你要怎么去呃带领伙伴 这个也是我在想的事情 然后所以通规就是呃小小的结论就是说 怎么去系统化去执行你的就是呃你的个人的东西 就比如说呃虽然我们都说我们有一个系统 可是你一定还是由你自己的程序去处理很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一直在建立我自己的呃就是要怎么去处理事情的 一个自动化自己的自动化流程 可是现在这个自动化流程是我还是要去做 这部分是我还是要人工去做的 可是当呃比如说好有一个买家来或者一个观众来报名我们的讲座之后 然后他报名差不多我要做什么我自己开始会开启我自己的SOP去做 哎我要寄email怀疑他然后我要寄邀请他可能进入我们的Facebook group 就是说我开始会有我的一个自动化的程序去做这些事情 对所以呃我最近很喜欢看一个YouTuber叫做阿里的 然后他就一直在教我们怎么把你的工作效能提升 然后我就一直从他身上说很多事情 就我就觉得说呃作为创业家 后来就发现哎他介绍的书什么刚好也是我最近想要买的书 就是说你会发现就是很多在创业的人当你真的开始越上手 然后你开始试作边做边学的时候 其实大家在想的事情是差不多的 只是大家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会不太一样 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样的系统 其实我们的执行方式还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做事情的方式 嗯对真的真的我觉得就像Anno说的 就是我们每一个阶段遇到的困难其实是不同的 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我们刚进来的时候 遇到就是怎么样从0到1去学习 这个就是刚进来的新伙伴需要去面对的 那再来就是当你已经有了1之后 你接下来就会开始遇到不同阶段的困难 那你怎么去克服它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我觉得怎么讲 就是这就是一个不管是在实体创业还是在网络创业 其实这是一个过程 那我们怎么去享受这个过程 就是我觉得这是每个人很独特的地方 对对对 真的真的 那我也想要就是请教Anno 就是因为Anno其实真的是很有经验 然后现在也是一个教练 那用一个教练的角度来跟我们说说 你认为这个网络创业我们的这个系统 以现在它的一个市场价值 以它的特性是什么 对 我接续一下刚刚上面的状况 然后就上面一个问题 然后再回到这边来 OK 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 我到后来觉得就是最大的困难其实是人际沟通 不是说人际沟通能力不好 也是 而是一直持续在学习 因为我最近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 我觉得我似乎是一个比较喜欢独工的人 然后比起团队合作 我觉得可能很多事情我自己做是更快的 就是与其我还要去沟通协调 要你做什么做什么 然后我都觉得我自己做会更快 这是我自己一直在学习的事情 然后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市场的独特价值是什么 就是我觉得这个事业实在太特别了 就是它是我们都常常说它是一个people business 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共识 那很多人都会说我们是在拉人吗 然后我都会跟人家说我们不是拉人 我们是吸引人 然后所有的销售哪一个不需要人 不需要人力 就是都要有人啊 就要有人从不论是买产品 或者是他需要这个system 就算你去卖产品好了 都要有人他有需求 然后他愿意从口袋掏出钱 去买你这个东西 你才会引火力气啊 所以虽然我们都会说就是 我们的确不是去找人 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人流来就是 扩充我们的事业 那我们在这里面找的 我们在这里面找的是说 这个人他是不是需要事业的系统 就是说这个是他需要 所以其实所有的销售都是需求嘛 需求跟价值就是我提供的需求 我提供的价值是不是刚好也是你的需求 所以我觉得这个市场很独特的市场价值是 比如说我们自己团队里面有伙伴是做电商 就很多人对这里的创业的想象是 比较偏激的人会说你们是诈骗嘛 然后再来就是说你们到底卖什么 就是大家会一定有产品才能有就是销售嘛 然后再来就是说 哎就是你们在拉人嘛 你们是直销嘛 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事业里面最常遇到的几个问题 对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事业很独特的价值是 他推翻了你说的东西 就是你先把你的概念全部都推走吧 就是我一开始进来之后我也不太了解 就像我刚刚讲就是我一开始怀疑的是 哎我也是要来卖产品的吗 可是其实不是 然后我们其实大部分的人进来 一开始都没有办法去完全看懂事业的方法 他其实说真的有一点点抽象 对没错没错没错 就是对于销售或者是创业的概念 就是要转一个脑袋这样 可是其实共通的道理是一样的 就是说就一样啊 就是人流要有人流 有人掏钱的收入吗 这一样的基本的概念 只是说我们是透过一个不同的方式 然后让大家可以就是真的工作的更轻松一点 然后就是然后这个收入可以达到 就是远远可能会超过我们 原本就是一直要用时间去换取收入的 就是工作的那个就是回报 对所以然后我觉得很特别的市场价值是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市场 我也觉得这个就很神奇 就是我们是以我们自己作为branding 就是我有我自己的business page 然后我不再是为了特定的品牌去背书 而是就是我自己 所以它也是一个吸引力行销 然后它有点类似联盟行销 然后就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业 其实它结合了很多的元素在一起 然后的确是如果你原本是走 就是传统销售或者是你原本就是已经在做所谓的自媒体 其实都有点点元素融合在里面 然后我觉得最方便的是 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很引咎 是你慢慢的越来越懂这个business model 其实你会更觉得说 它真的是轻松的 然后你就这样好去做youtuber好了 就是你youtuber要花多少的时间去做影片 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阿里 就是就是他是很有名的一个youtuber 然后他是我比较喜欢的youtuber 就是是比较知识型的youtuber 可是他本身能力很好啊 他有能力去整理知识 然后但到现在他都还不断的在产出 就是说他还是不断的就是要制造新的视频 那我们来说也是啊 很多知名的创业家Dan Locke 就是若峰或者是GaryVay这些人 他们都还是不断的在渐进 所以我觉得这事业还有一个很大的价值是 他会让你不断的去update自己 因为他毕竟就是一个网络事业 所以其实你会一直去学习新的东西 然后就是我就觉得在这事业 我就很有趣的是 我一直可以抓到我想要学习的东西 然后我一直去试验 对比如说我后续有时候会丢一些新的idea给我 然后我也会丢一些文章话给他 就是说好像就是会有一些点 然后你就是一直可以去做实验 然后你一直可以去发现新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事业的价值就是 第一个是他真的让你用比较轻松的方式 去达到一个最大效益的一个收益 然后再来就是你自己可以持续的在里面 一直学新的东西 如果一个事业体制就是很呆板的 就是很传统的那种方式 就是上课或什么 然后一直让我觉得说我好像学不到什么时候 那我就会是那种要帮自己找到学的新的 就是学习的那个标的 然后我要去达到 然后我要有新的目标 然后会让我自己一直往前进的人 所以这个是这个整个概念的就是价值 那所谓的市场价值就是同样的 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以你以市场来看的话 其实这个网络事业就很特别 它反而是在COVE 就是反而是在各种就是可能危机下面 它反而会一直茂盛 所以毕竟它的趋势就是一个网络 那网络就是比较没有受限制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它的市场价值 其实是一直很庞大的 因为网络就这么大 你永远不知道说你怎么样去开发一个新的方式 或者是新的地区 你就是广告就可以去target 然后你又可以就是去做不同的广告 所以我觉得一直都有新的东西可以去开发 嗯真的真的 我觉得像Annalo说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系统 其实真的就简单来说 就是一个懒人包 你所需要的培训口 全部都把你就是处理好了 包含你所需要 比如说你的物流或者是商品 所有东西都包含 你只要专属经营自己的品牌 然后创造你喜欢的东西 然后我们使用的是吸引力行销 所以你只会吸引来跟你很特质相同的受众们 我觉得是在我经营这个网络创业系统里面 觉得是最有趣的地方 因为我本身就是喜欢一个多变的有趣的生活 然后当我开始经营这个系统之后 我就发现说哇原来它在我生活中可以 是可以这么的有趣 对它不只单单是一个事业 它还可以让我的生活过得这么的有创造性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市场价值 是啊没有错 好哦那我也想要就是请教艾伦 就是就以你的观点 就是当我们不管是成为哪一个网络的创业家 我们其实最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技能还有心态 我觉得心态真的还蛮重要的 对 我觉得基本的技能 其实我也是边做边学 也就是我本来的确可能就我们的 我们这个年龄可能都大部分人会用网络吗 可是其实我之前都不会剪片 我是开始去尝试要去做YouTube广告之后 才是我人生开始做剪片的开始 对 可是我觉得剪片 然后我也不会用到很复杂 就是我就是用最简单的iMovie 最简单的就是技巧去剪就好 我也没有要剪很花俏的影片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很真实的去做自己吧 因为你就是很真实的做自己 然后所以我觉得基本的技能是 还是就是你需要学会用网络 对还是需要学会用电脑 然后你会划手机 大部分人都会划手机嘛 可是像很多伙伴都会跟我说 我可以用iPad或者是用手机去弄一些剪辑吗 其实我不建议 我还是建议用电脑 因为当你的荧幕是这么大的时候 跟你用小小的屏幕去做事情 我觉得整个效率跟你可以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 就像你要修一个文件档 你不会用手机修吧 你可能错字在哪里都看不到 因为你的视野如果大一点 你其实会做事情是比较方便的 所以我觉得基本的技能还是你需要 就是其实基本上可以用电脑就好了 然后也很多观众会问英文 就是其实现在有非常多的副具 对这真的已经不是excuse了 这真的完全不是excuse 因为我们这两年真的花了很多的时间 去弄了中文资源 然后副具真的太多了 就是系统里面会教你怎么用其他的副具 不论是有付费或者是没有付费的 对 然后基本上我自己个人其实是 我都是用 就是比较简单的方式在做这个事业 对 就比如说可能 比如说我们会用Canva去修图啊什么的 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去买付费的耶 对 我觉得已经够用了 就是 然后我要付费 反而是我要去弄学校作业或什么的 所以我才会去付费去弄一些比较进阶的功能 对 所以如果真的一单纯用这个Business 其实我就是最简单的东西就可以了 不用到很复杂 对 然后像我可能有付费的 反而是June Meeting 对 那这个就是 我觉得我有需求 那我就会去用 可是我如果觉得我没有很大需求 基本上我觉得 我可以保证就是 真的是用最简单的方式 然后不用太复杂 其实可以呈现出你要的东西了 嗯 然后心态就是 我觉得开放的心态非常重要 就是一开始你再了解这个事业 首先是你不要就是带着你自己太多预设的立场 来了解这个事业 因为这个事业真的跟你想的不一样 嗯 然后还有就是不要害怕面对困难 就是每个人遇到没有 就是没有遇过的事情一定都会觉得有点 就是觉得挫折 然后会觉得有点沮丧 可是如果你可以去克服它的话 其实你会就越来越有自信 你会相信自己说 哎原来我有能力去克服很多的事情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还蛮重要的 嗯 我觉得Andra真的是讲的点 真的每一个都 我都讲到我心坎里 因为我觉得刚刚说到技能好了 技能真的就是 我们其实怎么说 我们其实最想要呈现的 就是真实的我们 对我们其实真的不需要做到像YouTube那样 对不需要做到那种程度 对我们只是想要呈现说我们 我们是真实的 我们是真人的 只要让你在不认识我们的状态下 你怎么知道说我们是真人 我们只是想要呈现这样的方式 所以其实你只要会基础的电脑技能就好了 你不需要做到就是 你的电脑 你的影片的剪辑程度要有多强 真的不需要 然后对 然后加上我 我就是一个外语能力 比较不好的一个代表人物 真的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 真的做起来啦 什么 我说你也做起来吧 这个事业做起来啦 对啊 我已经到达了 对 很多个里程 关键的一个level 对 然后我真的觉得语言真的绝对不是问题 真的不用担心 因为真的太多局了 而且很多网页就是现在直接可以按右键就直接做文化了 然后我们的系统也会越来的越健全 会非常的强大 所以这些完全是不需要去担心的 那我觉得就是像Annalo教练说的就是心态是最重要的 嗯 对 呃 成为 嗯 对 就是成为不管是实体创业家还是网络创业家你的心态真的是决定了你的一切 对 对 没有错 真的 然后其实遇到困难就是 嗯 就是一直就是网络世界真的会一直有新的东西冒出来 连我都没有办法去预期 因为就像我们的伙伴可能他进来遇到困难就都有可能是我从来没有遇到的困难 可是我们可以想办法去解决啊 对啊 就是说就是一定会有办法去解决或者是你绕个路嘛 就是你用一个不同的路去就是走个不同的路嘛 就是说很多方法可以去做出这些东西 然后我最近也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我前阵子很想要玩端音音 就是端音音很不复很流行 对 就是觉得那不是我啦 比如说我就有很多我的伙伴问我说 哎你有TikTok的账号吗 我想看你TikTok怎么做 连买家都这么问我 然后我说我到现在没有TikTok的账号 其实我在做这个business之前我也没有IG的账号 就是真的 我没有我用Fastview用了十几年 可是我没有IG的账号 真的看不出来 你知道我看不出来吗 对啊看不出来你没有IG 可能是因为在台湾不会用到吧 就是我就真的不会用 然后我后来就TikTok我觉得很好笑 就是TikTok我就觉得说就我真的还没有用过TikTok 然后很多人跟我说上面的那个端音 都是比较搞笑的类型的 因为我们后面有全Instagram就说有些伙伴他们 有些全球伙伴他们是用TikTok的 都不用打广告都做起来 可是我就想我就不是那种会去创造很搞笑影片的人 然后我最近验证了我的想法 就我曾经试着要把我们过去跟其他能够Live的影片 把那个最精华的一两分钟剪出来 通过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有点累 可是我昨天突然有一个新的想法 就是说我看到我刚刚讲的很喜欢的那个YouTuber Ali啊 他就是把他的东西Material传到小红书上面去 他在每个视频都是二三十分钟啊 可是他每个流量都超大的 所以我突然发现说 就是如果他那个影片是有价值的 然后就会想要让人家一直看下去 然后他真的很真实的去做自己 其实他也是在推翻了那个端音音 就是虽然这个媒体这个平台做端音音是最好的 可是他还是创造的流量 所以我昨天就突然想到说 只要你一个对的东西你持续做 然后别人会看见你在做什么 然后你也会慢慢的就是建立follow 就像我们一开始 我最近很喜欢讲的是从零到有 就是你一开始就什么都没有嘛 你的脸书就是follow而是零 然后你的脸书的page都是零 然后都是空白的 然后你的youtube channel没有任何的video 可是我们就是慢慢的把它就是建构起来 对所有东西真的都是从零到有的 嗯 真的真的 从零到有是最困难的 但是一旦你整个建造起来 或者是说整个都是串联起来的时候 你就会飞得很快的 就是你的状态对了 然后你的资源也齐全 真的是可以起步的很快 对啊Vicky懂那种飞起来的感觉 就是大家找那种飞起来的感觉 在这个事业要找到那种飞起来的感觉 就是那个moment到的时候 你一旦飞了 你前面都在就像飞机要就是要准备飞要跑到 但是一旦你要起飞的时候你真的就会飞得很快 对真的 而且真的就是开放的心态 然后就是try吧 我觉得就是什么都去试 嗯 对不要觉得说困难 然后就心里有太多的想法 然后阻碍你去行动 我觉得这个心态蛮重要的 对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你一直去处理它 就是可能有时候就是没有如你一切那么顺利 可是你就是去克服它 然后你久了就变成是一个反射动作 像比如说我都跟我伙伴说 有些东西就是你遇到几次之后 其实你就会很熟悉怎么做 然后就变成是你大脑的反射动作了 因为学习新的东西其实是大脑需要适应的 可是你一直变成习惯之后 它就是会很快 然后你其实去因应它 跟去处理它的效能会越来越快 可是你都从头到尾都不去做 或者是你一直都害怕去面对它 或者是你遇到困难都习惯就是先去问别人 去解决你永远真的会长不出能力 可是如果你真的有一直自己去练习 其实你会越弄越快 而且你会就是会发现不同的能力 然后也会发现不同的自己 真的我觉得就像那种说的 我其实一直都跟其他的伙伴说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就算你做不好 你就是去做 因为你做了之后你才会越来越好 对我觉得这真的蛮重要的 因为能力真的都是经验跟能力 真的都是慢慢积极起来的 嗯 好哦 那最后也想要就是 听听看Enno的教练 就是有没有什么话 给观众的一些建议这样子 嗯 我鼓励大家 如果你想做就快点去做吧 对 我觉得时间真的就是不等了 尤其就是我来国外啊 因为我觉得我在这个Visnesium 有时候我的伙伴都说你好冲哦 其实我会冲的背后的目的是 我如果在想着我现在在台湾 我是有我自己的工作 那我来美国当然不想浪费我的时间 嗯 嗯 我就会觉得说 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会跟我的好朋友在聊天 然后我就会跟他讲说 我都在想说 假设如果哪天我真的 真的有打算要回台湾 或者是不论要继续留美国或回台湾的时候 那我回台湾我还要继续找工作 那我去interview的时候 我要跟人家说我在这几年内做了什么 No 对啊 又走回头路啊 对 又走回头路对吗 然后可是我不想要让我这段时间是空白的 嗯 所以我就会在想说 嗯 我要做什么 好 我成为了一个网路教练 可是说真的 网路教练在台湾的履历上可能是不被accept的 对 我真的觉得 我真的觉得 然后在美国我觉得可能还可以 因为美国会看你很多的软实力嘛 然后其实 说真的不好意思又回到就是职场的这个话题 对 然后我就觉得说 嗯 创业真的就是跟工作很不一样 就是工作你就是 有很多的规定 然后有很多的事情要去服从 可是当把这些规定跟服从都拿走的时候 就变成是你自己创业 就是你自己要为你自己设定目标 对啊 因为因为人其实基本上是 就是很被动的 如果没有一个人跟你setting go 或者是就像工作 可能老板会丢工作给你 好你会知道自己今天做什么 如果老板今天没有丢工作给你 你会知道你今天要做什么吗 嗯 可能没有 对 这也是我在美国的时候觉得 哎 我好像开始在浪费时间的时候 就是我不知道我要干嘛的时候 对 我也是常常有这种就是moment在 所以嗯 我觉得创业最大的就是说 你要清楚你自己在目标在哪里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在就开始成为教练打抗训抗手 我会跟观众讲说你自己到底在这个事业里面要的是什么 对 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是在找自己要的是什么 然后我们都在找哎 他要的东西是不是符合我们这个事业系统要给他的价值 对所以观众就是我觉得观众要想的是你自己可能真的要的是什么 然后你这两三年内你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那如果你真的确定这是你要的那你就是进来也不要浪费时间就是去做了 对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我自己也是就是边做边修正边做边学 因为就像一个人没有当过妈妈他会知道妈妈怎么当吗 觉得不可能的然后就是网路创业就是就是进来 然后就是这边有很多人你可以问 然后有很大的资源你可以去search 然后网路上这么大的就是要现在要这么多的AI 其实有很多解决问题的方法 那我觉得就是边做边学总会找到路 但是重点是你决定要做了 你的目标定吗好了 你要驱动自己去前进 如果如果这个目标没有办法去驱动你前进 表示你的那个想望 就是你想的这件事情的愿望 就是那个欲 那个就是动力 动力可能还没达到 对所以我觉得说如果你既然要做 那你就是要去做到好 然后你就是要动起来 对谢谢Eleanor教练 就是给我们观众的话 然后今天大概就是到这边 然后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干货满满 然后也希望就是 大家可以获得很多的收获 然后谢谢大家的时间 也谢谢Eleanor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好哦 那先跟大家说拜拜咯 拜拜